中文字幕作曲 李宗盛 他有一天突然回來說 看中了Megabox上租的位置做 那時Megabox 現時Megabox很旺 但那時周圍都很靜 我形容好像沙漠一樣 咖哩眼光就好了 一天很看中 但我們最初的租戶是辛苦的 所以他跟我說做甚麼好 我幫她想了這個就是魚丸王宴的概念 魚丸王宴算是一個月賽創新的能力 後來我也覺得 也參考了別人有些成功的例子 覺得繼續月賽也是難一點 覺得公司應該要多元化 所以在2008年至2009年 開了一間新的公司叫珠色培赤 但是關鍵要這麼做就是獨立 專業 找開一點 不需要用廣東菜的同事做日本菜 即是你本理上方便獨立嗎 雖然成本貴很多 要租多一些寫字樓,又要請多些人 但是我終於說服到老股東 包括他爸爸,這樣也可以專業一點 好,現在跟政府做很多事 有很多公職 很多選擇 環繞很多是飲食肉的 最低工資、委員會 亦都做很多前線的事 那你為何這幾件事都要做呢 不是說做過道政署的 其實我那兩年做道政署 短短地,我其實很享受那個過程 其實很有趣 我簡直覺得服務市民 這個感覺是很開心的 不知為何,我覺得很… 我那種感覺好像很充實 其實我本來還想做AO 是嗎… 即是轉AO 我考過AO 好 不過就是技不如人 不夠厲害了 去到最後一關都沒有請到 好 所以後來有機會做公職 我是很珍惜的 你說辭職那部份 其實公司一向都有做 不過他純粹說是捐錢 後來主要如何賺好面子 以前也沒有人知道 現在人知道 其實一向都有做 就是虎翁大作節目 對,你也是其中一個 主要在那一件之後 我就體會了 因為那次我就是 在節目裡面吃了一頓再用飯 就不用錢 因為我只有五萬元日 根本就沒有飯吃 就入了餐廳吃了一頓不用錢用飯 我簡直是上天安排我吃 給了一個使命 反過來就在公司 就做這些 給我先做 好 現在我們到今天為止 買了六萬八千個飯都有